時間還沒到突然衝進會場 記者會前40分鐘特別探頭 要求幕僚把正式講台給搬出來 如此慎重 就是因為柯文哲準備好投下2020政壇原子彈 其實我們以台灣為名 以民眾為本你知道 我們希望台灣就是我們 我們就是民眾你知道 我也希望說在藍綠之外你知道 台灣是不是有另外一個選擇的機會 所以對我來講 台灣民眾黨它就是一個理念 理念的結合 搶攻政黨票擴展第三勢力 以進軍國會為首要目標創立政黨 而下一步是要自己選總統 帶著柯家軍從立委席次 還是利用台民黨跟郭台民合作 結合一加一的政治影響力 兩套劇本柯文哲話不說死 既然是還要連署才能夠選的人你知道 所以我也知道那個 最後最後決定的在9月17號之前 你有多少時間可以準備2000個連署點 那就是決定我們最後的時間點 所以我估計應該是在 大概大概9月上旬 就是最後決定時間過了就沒有了 設下最後時間點保留變化空間 柯文哲先號召柯家軍 向蔣衛水致敬 更是累積2020整治能量 選在8月6號自己生日 同時也是蔣衛水生日當天 舉辦創黨黨員大會 台灣民眾黨不是蔣衛水一個人專有 蔣衛水也不是任何一個他的後人所專有 台灣民眾黨有他的歷史意義 但是他也有新時代的意義 和柯文哲一樣都是一生出生 在民族意識高漲的日治時期 除了台灣文化協會 蔣衛水更創立台灣有史以來第一個政黨 黨民就是台灣民眾黨 現在常看到的十元流通硬幣 其中就能看到蔣衛水身影 而當年蔣衛水就是這一句話 激勵全台灣 東方愛端給 端給你 東方愛端給 端給你 自逼蔣衛水 柯文哲阻擋走自己的路 2020藍綠白戰局正式成行 記者正仁宗 陳文越社小組 台北采訪報導